如果你在路边见到这种野果,那一定要认识一下,它就是苍儿子,又叫吃头芒,把它放在女孩子的头发上,很难弄下来,苍儿子在田野地头到处都是,可惜很多人对它还不了解,摘回来后先烧掉尖刺,然后把它捶烂,接着放入芝麻油里。 你认识苍儿子吗?欢迎分享您的见解。